各位小汽車觀點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Mike 今天要為大家試駕的新車 是雙龍的第四代Corando 1.6DT柴油的旗艦版 說到第四代Corando這個車系 其實它是在今年7月的時候 在台灣開始預售 總代理永家雙龍也在7月22號的時候 正式的發表 引進的編程總共有三款 分別是入門的1.5GDIT汽油精英版 售價104.8萬 汽油的旗艦版售價是122.8萬 再來柴油只有一個車型 1.6DT旗艦版售價是129.8萬 小七哥在上市之初 就針對汽油的旗艦版 做了非常完整的一個試駕 大家可以先參考這支影片 在連結的地方也可以自行點閱 今天我們跟原廠再介出了 柴油旗艦版 要為大家來說明一下 柴油跟汽油有哪些差異 以及應該要怎麼樣選擇呢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不會再詳細的介紹 Corando的內外 會針對柴油跟汽油規格上的一些差異 還有駕馭的感受 以及該如何選擇的分析 為大家做一個說明 那接著我們就直接上路了 我們就一面試駕體驗 一面為大家分析吧 好現在我們來上路試駕一下 這一次的全新第四代 Corando 1.6柴油旗艦版 那在開始試駕之前呢 先跟大家有一個基礎的觀念建立 就是柴油車型 它的配備水準 跟之前小七哥式的汽油 是一模一樣都是旗艦型 所以在基本的配備上的鋪層 是完全相同的 那這兩台車之間 它有一個7萬元的價差 那這樣的價差呢 除了明顯的動力差別之外 其實在規格上也是有一些不同 那接下來我先為大家來分析一下 基本從規格上可以看到的差異 首先呢 兩台車尺碼相同 但是柴油的跨越角是少0.5度 是15.4度 那它的最低距離高是少1.8公分 是16.4公分 在總重方面 柴油多了5公斤 是2110公斤 那靜重方面柴油是多了98公斤 是一個明顯的差別 來到1659公斤 那再來是拖曳能力方面 因為柴油引擎它有比較強悍的一些扭力 那所以在拖曳上呢 副煞車狀態的拖曳是多了500公斤 來到2000公斤之譜 那如果是無煞車狀態的話 是多250公斤 來到750公斤 所以如果有拖曳 有一些露營的需求的朋友 柴油是相當有優勢的 好那看完了這些規格的差異 柴油跟汽油在動力配置上的差別呢 汽油它用的是1.5直列四缸的 缸內直噴溫輪增壓的引擎 柴油的話它的排氣量來到1.6公升 那它這具引擎也是有溫輪增壓 而且呢 它是有EGR的電子飛氣在循環 那也需要有尿素 因為它有SCR的一個過濾系統 所以呢 柴油引擎跟汽油引擎的差別 那也在於柴油多了一個怠速熄火的功能 那在輸出方面呢 汽油車型它的最大馬力是163匹 是可以在5000到5500轉之間發揮 那柴油的最大馬力呢 是136匹 那可以在4000轉這個峰值的點來發揮 那扭力方面 柴油車型當然也是會比較有優勢 柴油車型的扭力呢 是33公斤米 是在1500到2500轉之間可以發揮的 那汽油車型的扭力呢 是28.6公斤米 在1500到4000轉之間 所以可以看到它們輸出的時機是一樣的 不過柴油呢它是比較集中的 那素質上也是比較高 多了4.4公斤米 所以我們目前在市區踩起來呢 柴油它的油門設定呢 就是非常的輕盈 我們輕輕一踩在很低轉速的時候 就已經有豐沛的一個推力 雖然在數字上可能沒有明顯的 多了非常多扭力的差別 可是實際開起來 確實柴油車型就是輕快 反應非常的靈敏 那這顆引擎呢 我覺得它的運轉品質也是非常的高 剛才我們在車外 聽它的怠速的時候的聲浪 其實並不會特別吵 那我們在開起來的時候 除了在特定的一個轉速區間 就大約剛起步的時候 聲音稍微明顯一點之外 其實在一般的市區行駛的速度 你會覺得它運轉上是非常的安靜 那車內比較明顯可以看出它是柴油的地方 大概就是轉速表 它的紅線區在4500轉開始 那錶底只有6000轉 那當然它也多了怠速熄火的一個功能 怠速熄火的按鈕它坐在排檔座的右邊 那我們按下去把它關閉呢 它的燈號會在轉速表的左邊顯示已經關閉了 那當然如果想要油耗好看的話呢 當然還是打開怠速熄火會比較好 因為我覺得它運作的時候 其實它的晃動感跟頓挫感也是非常的低 它這個是用ISG的設定 整合式的啟動馬道 所以我覺得這套怠速熄火也算是滿成熟的 那柴油的一個優勢 當然是在於它的油耗方面 根據經濟部能源局的一個測試呢 平均油耗上柴油是每公升18公里 那汽油是12.2公里是差了5.8公里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我們的副表 汽油車型的市區油耗是9.35公里 那柴油的話呢是達到16.18公里這樣的數字 非常的驚人喔 那非市區的話呢 汽油車型是14.93公里 柴油是19.23公里 也都是非常的省油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油耗數字的差異呢 我剛才也根據現在的油價 來稍微推算使用成本 汽油的每公升跟柴油大約會差1塊錢 也就是說你每開1公里 那柴油的油價的成本是省1元 所以7萬元的價差 你稍微推算一下 依你的使用的習慣 大概多少時間你就可以去打拼 不過柴油當然就是多了一個妙數 需要在一定的週期做添加 那這還是要看你的需求 那再來我們來看到現在這個市場上 其實願意繼續進柴油休旅的 廠牌應該是越來越少 現在很多車型的柴油車款 都不在導入 那國內同尺碼的車型 同車格的話大概就是屬於 法國的Pajol 3608 它還有提供柴油的車型 那其他的車型 大概還是以汽油的渦輪為主 那也有一些油墊的車可以選擇 所以如果很喜歡柴油休旅的特性 現在這個時機要買車的話 選擇也不多 那雙龍的Corendo呢 這真的可以去看 除了剛剛介紹到的動力 跟它的油耗的突出之處之外呢 那其實配備水準也是非常的高 像現在今天天氣很熱 那它當然也有通風座椅 那車內呢 該有的配備都有 而且也有Level 2 其實以現在這個時代的配備水準來說 這樣的價位應該算是 還算有符合到 市場上的一定的競爭力的 所以今天我們這樣試駕 這次的Corendo 1.6柴油旗艦車型 覺得它是一台非常有產品競爭力的車款 而且在現在這個市場中 是有自己的獨特的地位的 那所以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呢 如果你覺得雙龍它的保修據點 剛好有在你的範圍 其實真的可以考慮 畢竟雙龍在國內也算是很早 在政府開放柴油車 重新可以引進之後呢 就積極的把全部的柴油都帶到台灣 那也累積了非常多車主 那從口碑來看 應該也是不會太差的 所以這次有新的大款車型 大家如果比較陌生的話 也可以到展間去了解一下 會發現可能 原來你曾經都不知道 雙龍有這樣的優點跟特色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試駕的心得 那請大家記得訂閱小七吃飯點的頻道喔 那對於Corendo或是雙龍 有任何的想法 或是你已經是雙龍的車主 可以來跟大家聊心得的話 都歡迎在底下一起留言 來討論喔 我是Mac 那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其實柴油休旅 現在開起來還是覺得非常棒耶 因為我覺得精緻度 跟以前印象中真的不一樣 現在不會直接覺得它是柴油車 又很有力 然後又省油 我們之前開308環島 那個油耗真的強到很誇張 只是很可惜 現在能買的柴油車真的越來越少了 所以還有的話呢 又珍惜了 不然以後應該也很難再看到了 再次掌握一下 就是掌握了 我們來看 那這邊 我們來看 是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